農曆年前花蓮慈濟醫院曾經前往 關懷一位年脈的陳才爺爺 當時有位陳醫師跟陳爺爺約定 要做蛋糕幫爺爺慶生 而陳醫師呢今天兌現了這個承諾 為爺爺慶祝100歲的生日 在志工的陪伴下 陳才爺爺歡度100歲 民國4年出生的他 一生為國家奉獻 踏實走過一世紀 農曆年前花蓮慈濟醫院陳寶珠醫師 前來幫爺爺打掃 也促成了這次的慶生 寶珠醫師幫你李頭髮 讓你去見上人 對不對 他有跟你說 他會自己做蛋糕來給你慶祝 100歲生日 今天他做來了 親手製作蛋糕還寫上祝賀詞 來自緬甸的陳寶珠醫師 和陳才爺爺 不只因為姓氏相同 也因為都從異地到台灣 多了一分親切感 哇 好棒 就是就台灣的已經住在這裡了 沒有親戚 所以我們沒有來過 他可能不會過生日 對不對 100歲 也不簡單 我自己都不知道會不會過 他就是獎盃 對啊 是我們家的獎盃 很開心 儘管蛋糕製作過程失敗很多次 但是爺爺的稱讚就是最大的鼓勵 圓滿喔 你看 今天所有子孫都圍繞在旁邊 除此之外 寶珠醫師還準備了湯圓 要和爺爺分享 而貼心的他也發現了爺爺的假牙脫落 更延續了兩人的約定 牙袍斷掉 斷掉對 斷掉可以接 然後可以蓋新的 斷掉是在發通 對嘛 然後我禮拜一來接妳好不好 去看 怎麼那麼好 大海新聞 陳思宇 鄧明儀 花蓮報導